俄乌大戰持續延燒 傳出俄軍攻擊烏克蘭城市 馬利波的天然氣管道 讓75萬人 要在沒有供暖的情況下挨動 國際也不斷的祭出 新一波的制裁 美國更討論 要跟歐洲以及日本聯手 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這個消息一出 原油的價格一度暴漲18% 甚至預測會上看 每桶200美元 烏克蘭又防空飛彈 擊落俄羅斯戰機 爆炸火焰 甚至將黑夜照得明亮無比 俄羅斯持續炮火猛攻 烏克蘭南部城市馬利波 當地官員指控 天然氣管道已被俄軍破壞 現在有超過75萬人 沒有供暖設備 恐怕有近100萬市民 在低於零度的低溫中 面臨凍死風險 而美國恐怕將祭出 史上最凶狠的制裁 和歐洲以及日本聯手 一起禁止進口俄羅斯石油 消息一出讓原油頓時大漲 一度漲了18% 到每桶139.13美元 隨後漲幅收斂到10%左右 我告訴朋友 我們必須返回駕駛 開始使用公共運動 面對制裁手段不斷升級 不少民眾已經感受到油價飆升 美國最大的頁岩油運營商表示 美國目前還無法替代俄羅斯的原油供應 若禁運石油有可能會漲到每桶200美元 而歐盟目前40%的天然氣和25%的石油 都是從俄羅斯進口 有經濟學家認為全面禁止進口俄國石油的可能性不大 因為這將是商敵800自損1000的行為 記者綜合報導